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2018,桃园电影杰作在桃园市政府举行台湾奖入围名单宣布既代言人记者会,更请来蔡震南及傅孟白两位影展大使强力站台,公布此次入围的。 12.部作品,自嘲开了自己老花眼的玩笑,表示没看清楚洞两洞六的片名,还以文入围作品名称叫做洞两个大,惹得全场捧腹大笑。 由策展人郑文棠带领的初选评审团,评审包括自身电影剑制李亚梅,天黑请闭眼导演柯真年,第五十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蒋朱志盈,与四度入围金钟奖的男演员莫子一。 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评选过程,从超过一百部长短片作品中,最终选出了十二部佳作,将要争夺总计高达八十万的奖项。 郑文棠表示年轻是我们这次想要走的路线,更希望能够培育更多台湾在地的演员,台湾的演员就是要留在台湾,我们过去在讨论电影的时候,多数的焦点都在创作者身上,这样的角度没有错。 但如果没有演员揣摩,传达出导演的讯息,影像就没有办法尽善尽美。 郑导表示桃园文化基金会一直以来都以相当高的水准,提供影视产业在桃园在地专业的协助,对于此次策展的过程要特别感谢基金会在地的帮忙。 主演宣传片的傅孟白表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连结,因为这次的主题是过去,现在,未来,我小时候住在桃园,搬到台北之后现在我爸妈又回到桃园住直说跟桃园非常有缘。 而在宣传片以人形立台客串的蔡震南,则表示各个地方都需要有本土在地一文活动,加上郑市长说到票价这么便宜,我自己都想来看了。 2008桃园电影节将于8月17日到26日进行。 傅孟白、佐企、市长郑文灿、蔡震南、郑文堂。 桃园电影节提供,蔡震南、佐企、郑文堂、傅孟白一同出席桃园电影节记者会。 桃园电影节提供。